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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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的 这样的话 我也很想一两条这样的问题给一些机会 有没有弟兄姊妹 你真的 譬如刚才你休息十分钟的时候 是一直对于你来说是矫缠着你的 我也不想就这样就转了另一个课题 有没有呢 是 后面 让我听不听得到 试一下 没有咪 大家可能听不到的 有咪 谢谢 刚刚讲到祈祷 我想问一件事就是 我们经常祈祷 祈完祈祷很多时候得完不得了 很多人都说 是你没有信心啊 但有时候我们拎头去到神面前求神当然有信心 怎会没有信心呢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譬如好像圣经 主耶稣也有跟门徒说 门徒他们去赶鬼 怎知道赶不到鬼 神就说 你没有信心 因为你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问得神当然是信他 怎会还说没有信心呢 怎会知道信心呢 信心是否只是心里面的信心 还是信心是包括我们有多亲近神 我们有多洁净 包不包这些呢 什么是信心 好 好 好 这个题目可以试试这样回答 我昨晚也说了祈祷里面几个情况 应不应该祈祷 常规 例外 心里面的信心有多大 第一 如果你问我 祈祷的时候不一定有信心 信心就不是我相信你了 这样就叫做有信心 你不是一个自己主观的一个意念 真正的信心是你信他 和你齐了肚子之后 你的人是有不同了 对吧 你说神 我真的将这件事交托给你 现在很困难 我用信心交托给你 齐完肚子之后 还是这样的衰童 那当然不是有信心 如果你真的交托了的时候 你又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你应该用平安的把握 OK 那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参考 对吧 所以我们不一定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希伯来书是很有意思的 凡来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有信心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信得过他 你才来到他面前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 用我们的广东话来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就当他没有道 因为他说的东西 刚刚听的那句 你就会觉得是 不正确听的那句 总是不想听 就是听不到的 正如我太太 是做特殊教育的专家 有时他下班回来很生气 他的家长 尤其是最难搞 小孩有几大问题都容易搞 家长最难搞 就是他为什么呢 就是你讲一个提议 说你的小孩有这样的问题 他没有啊 他家里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懂得说话 那是什么 于是他 我太太很伤 很多次回来都很生气 他说真的 就是你不信我是专家 你就不要来找我了 你明白的 就是说我们不信神 你就不要来找他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当他没有到的 就是他说的那样东西对我听 那我就觉得是了 他听我说 如果神突然间 给了一些 比如刚才我们说 我们听到神自己的声音 这个不是说 就是我们乱这么估计的时候 对听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继续走上去的 这个就叫做有信心 OK 所以呢 信心不是用一种的力量 很大咬牙筋 我相信 这样 这个呢 只不过你是很主观的 你以为自己而已 跟着所发生的事 你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因为神的缘故 你按照神 给你那条路 你走上去 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 是要得神喜悦的 OK 什么叫得神喜悦的信心 很多人的信心 是想得自己的喜悦的 我不知道和大家有没有分享 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分享 有城北的顶尖 可能听我分享过 就好像我大女 我大女是一个很天才的女孩 在加拿大成长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电台在97的时候访问我 我自己在多伦多电台 访问我的时候 那次好像是父亲节 他说你可不可以说一件事 你的女儿令你最窩心 就是最开心 最感动 或者令你最舒服 最满足的一件经验 我相信那个人 我也认识他的 因为大家都在电台里面 他问的时候 他以为我经常说 我女儿在美国公开考数 拿到第二名的上电视 我说不 我说那女儿对我最大的感动 最经验 最深刻的满足 就是十四岁那次 他说有一次 我和他带着的小女儿 我小女儿是特别严重致障的 一切就去买东西 在百货公司 没有那间间 这里经常都有 好几间 其中一间 我进去的时候 我的大女儿就自己走去看衣服 我拖着小女儿 不能脱离 买了这些有用品 买完之后 就去那里找他 他在看那些 当然是女儿的那些 那些很漂亮的裙 他眼睛睛地看着 很喜欢 我知道他肯定很喜欢这条裙 果然走过去 他就问 爹地 这条裙很漂亮 我说是 真的很漂亮 不如买了它 我想穿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Flora 那女儿叫Flora 你懂得 知道 我说Flora 我们这些人家 很少有机会 穿到这么漂亮的裙 我说 你现在十四岁 就算买了之后 找到一次 去一个很重要的派对 穿过一次 然后你就不会有机会再穿 到你下一次 再拿着穿的时候 你又长大了 又不适合穿 那就是说 这么贵买了一条裙 就穿得一次 不值得的 那我在那里说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样子 当然全都借了 没努力了 不如我们走了 那我们就走了 我记得了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再回去 又是他的家 一去到他的时候 他就飙去了 我知道他走去 他又是看那些衣服 那我跟那个小女儿买东西 买完东西再穿 果然是又看着那件衣服 还走去 这样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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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做爸爸那些 真是心愿的 那个女儿 要心要吠 对吧 那我说 算了 都不是给不起的 贵就贵一点 他这么喜欢两次了 那我们就买了 对吧 反正你不喜欢 我们买了 我真的想不到 他突然间 他觉得很愕然 他说买的时候 他看着我 我最记得 那时他说了一句 他说不买了 他说不买了 他说了这么久 现在我说买到 你说不买 我说为什么 他说了他的英文 因为他是英文人 他说爸爸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他说了一句 我真的差不多哭了 他这句话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意思是说 爸爸 我有一千个理由想买 不过你上一次 说的那段话 我知道是真的 我信任你 我不买 真正的信心 是要讨神的喜悦 不是讨自己的喜悦 我女儿另外最喜悦的 就是那一次 因为她相信我 信任到一个地步 他一千个理由 不喜欢做 他都做 一千个理由想做 他都不做 这个就叫信心 真正的信心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说 我觉得我有信心 祷告的时候可以移山 神移了山 不只是这么简单 不是你自己主观想 拿到你的东西 就是信心 是你愿意走在神自己的路上 甚至你不喜欢 带着眼泪 一千个理由 你也走上去的话 这个就是真正的信心 这叫信任 信心的高峰 又叫做信任 而不是去拿东西的手段 OK 那跟大家说几句 陪灵会的话 好 还有一个 好 第二个 说完 那就 继续了 好 看一下我 这条问题 刚才那条问题 是很多电影节目可能会问的 温博士您好 你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林修 那么谈到林修这个话题 我们一般会不自然都会想到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林修大师 像奥古斯丁 他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林修大师 可是我最近我个人获知您对于这个小德兰非常的有兴趣 一般来说我们在这个信仰中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德兰 以德兰莎修语比较广为世人所熟知 而德兰莎修语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典范 一个学习的榜样 但是相比来说这个小德兰是不太为世人所熟知的 我想既然您会去提议他肯定有您背后的含义 可能是他有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的特色 他个人的一些闪光点 所以我想今天借此一个难得的机会 请您谈谈对于这个小德兰的您个人的体会 谢谢 谢谢 我用国语回答呢? 还是用广东语回答呢? 大家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随便都可以 谢谢 我听你回答 谢谢 这位姐妹想问就是在灵修学的很多大师 比如奥古斯丁其他 但是有三个德兰都是在灵修学很重要的 这也是天主教的传动 一个叫大德兰 英文就是圣Therisa Avila OK Therisa Avila就是16世纪的 在西班牙的一个灵修学 稍后我会跟大家讲 另外一位就是德兰修女 刚刚过世 没有多久 在十零年前 另外一个叫小德兰 就是一个法国的19世纪的一个 是24岁就离开世界的一个修女 也是属于这个姓医会的 英文就是法文的读法 就是Therisa Therisa Therisa de Ligier Ligier的地方 德兰 叫小德兰 因为她24岁就离开世界 姐妹想问 究竟对小德兰有什么特别 我不是不回答你 因为我也是研究这方面的 我有两个原因 现在不回答你自己 第一 接着我就说到天主教的灵修学的时候 就没有直接 我不会说小德兰 我会说大德兰 小德兰也是属于天主教的传统 所以不如我们一起跟天主教那里说 好吗 第二 就是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 小德兰是一个很陌生的明智 对于你很重要 私底下跟你说几句 没问题 但是用这么多人大家一起的时间 说一个大家未必认识 这个不是说绝对有代表性的人物 我觉得可能的时间 混用并不是最好 你听得懂我说吗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不是不拒绝回答你的话 你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 对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 还是比较图特的一个课题 所以如果我们私底下可以谈一下 就更加用的时间 应用的时间可能更好 好吗 还有小德兰也是属于天主教的传统 天主教的传统的话 等一下我立刻就讲了 所以我还是等一下我们打这个基础 然后再处理可能更好 好吗 谢谢你 好 那我们现在就落到第二节了 不然我们一直就不够时间了 我们十一点的十五分或者二十分 我们就会有一个休息去吃一个早的午餐的时间 那我们转到不如由圣经的灵修学 我们转到天主教的灵修学 好吗 啊 问到一个问题 好 你试试问我 我未必立刻回答你 因为我要把握的时间 好了 好 可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很想听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很感谢神 祂真的让我看到一个意象 就是祂让我看到我自己个人 祂让我个人的计划是怎样的 我初初都不是很愿意接受 因为都好像天马行空 而且都真的不是 我自己觉得不配 还有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有一个能力 你最初那种意象是吧 是 就是我个人的计划 那怎么样呢 那问题是怎样了呢 但是到了神很真实地老路地带领我 去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我不可以说不 我就要去接受 但是当我接受的时候 我就发觉这条路很难走 很多迷惑和带出很多误会 我知道神在圣经也有教过 我们不要靠自己去靠祂 但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靠自己去走 到底怎么会靠神去走这条路呢? 好的 不如稍后我再回答 否则我们不用讲第二课 这是顶尖会有这样的碰见的情况 忍不住回答两句 否则等灯冷了就不会回答 通常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去思想 第一个究竟这个带领 是不是一个很清楚 很真的从神而来的带领 第二很清楚从神而来的带领 不等于一定是平顺和容易的 可能有很多阻拦 这阻拦有时辰是容许 他仍然存在 刚才所说的 保罗番耶路撒冷这条路是很难走的 他也照着走上去 果然是非常难走的 还能坐牢 我不知道你至少今天走得走得 没有像保罗那样坐牢 那他的难处当然有其他的难处 可能受到很多个误会 刚才的姐妹在休息的时候 也跟我讨论了提过这件事 我的提议就是说 即使是神自己的带领 也会有难走的路 OK 否则有那么多诗歌 那么爱主的人这样写 肯定有很多难走的路 难走的路肯定不是 因为行神的旨意 可以取消 不过 为什么神又容许 那么难走的路 在他自己的旨意里 又要我们去走呢 神最重要的作用 不是要去折磨我们 或者去打消我们的信心 或者去怀疑他 而在这条路 神是透过这些困难 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提高提升 成为一个更加精练的生命 去迎战这个 是本来你自己的生命 未能够达到的那种挑战和使命 这个我说得好像很抽象 我是比较喜欢举例的 我又说了一个小小的例子 大家一起去想想 如果大家有认识 上一个世纪 一位很著名的中国传道人 叫做毅托星 因为毅托星弟兄到处传道 还有很多属灵的体会 他曾经说过他一个小小的经历 我相信也有一个很有啟发性的 不如我告诉大家 毅托星弟兄 他有一次在他的发梦里面 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参加艇 他是三四十年代 上一世纪的人 他参加艇沿着一条溪 一路这样去 就去一个乡村的城市里面 要去港道领会 那时间差不多 于是他就一个人参加艇 他发梦自己参加艇 就过去 一路就去那条溪 沿着一条溪 就去到那个城里面 谁知道去到一半 突然间 溪中间有一个石头 顶着 帮不了 他就很急 死了 有聚会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不能丢下艇 自己走过去 因为艇不可以这样堵住 或者没有了 于是他就觉得祈祷 用信心祈祷 人家就说信心了 祈祷神说 祈祷祷告 耶稣说你有信心 祭祭祭祭祖 不小都可以移山 毅托星 毅托星 是一个很爱主的人 很有虔誠 很有灵力的人 所以祈祷说 主人我去侍奉你 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很想侍奉你 我又不是为了自己 但我去不了 求你把这个石头挤开 那我就可以继续去侍奉你 站住 眉大眼 那石头还在 已经觉得有点不爽 可能自己祈祷不够信心 刚才说 不够力量 于是 闭上眼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把这个石头移开 让我可以好好地侍奉主 主得主得主得荣耀 说完祈祷那只马尔 还在 又在 那石头 没有动过 那他就开始很失望 为什么神都不听祈祷 这么患 于是 但当他觉得很犹豫 觉得有点失望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原来石头没有动过 那些水 那些溪水慢慢慢慢升 一路升 当他都没想到 看见什么事的时候 那些水刚刚升过 那些石头 那些船就过去了 那他就继续去了 他就醒了 他就明白这个 异象在这个梦里 神要对他说的话 你明白他说什么 那个石头是我们人生的困难 有时候你忌击 他都没有离开 神的方法不是要拔开这些困难 神的方法增加你属灵上面的生命 那个力量 水越来越涨高的时候 不单止过了石头 以后你的生命的灵命 能够阻挡到你的石头 更加有力的时候 就面对更大的挑战 做到更多的事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是有困难 甚至是神带你走那条路 都有困难的 不过那条路 神跌过才给你的 他不会无聊地拿你来开玩笑 既然你走在神的路上 如果你很清楚 刚才说的 这个是神给你带领的话 走在路上的时候 有那个困难的话 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 试炼和训练 让你能够属灵生命更加进步 以至本来在你面前的使命 你本来现在的灵命的力量 是做不到的时候 透过这个困难 以至令你能够做到 就像水升高过构石头 而不是拿开构石头 这是第一样 第二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千万不要只是赖 不要赖神 有时候你看回自己 我们有时候所碰见的困难 不必然一定是来自神 有时候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我们的忍耐 我们的跟人相处的方式 我们做事 有时候我们本来不应该这么急 我们过急 对其他人的要求 来遷就你自己 要走这条路 就是我们要 我不敢怪你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没有这样的资格 因为我不认识你 不过我们自己在神面前 好好地反省 让自己在圣经里面 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说话 无可指责 然后才敢告诉神 告诉你周围的人 神这样呼召我 这条路很难走 因为这条路里面 我尽忠我的力量 不是我自己搞到难走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搞出来 搞到难走 那你不要赖神 你看看你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要 在神面前反省 好吗? 忍不住 那我们不如转到第二个 第二个课题 当然在历代的灵修学里面 第二个课题 就是我们看到 叫做天主教的 境界性的灵修学 好吗? 那我们看我们的讲言里面 第二个课题 天主教的灵修学 当然是比较历史 都是延续了这么多二千年 到今天仍然有天主教的灵修学 但是天主教的灵修学有什么特别? 我们先不撇开那个传统 究竟天主教的信仰神学 对不对? 那天主教曾经试过是很不对的 尤其是宗教改革的时候 今年是马丁路德 将95条钉在教堂门口 开始了宗教改革 reformation的500年 是1517年 今年是2017年 500年前就是宗教改革 开始了我们基督教会 或者我们叫做基督新教 叫做Protestan Catholic就是天主教 在16世纪的天主教 实在有很多错误 无论是道德上 无论是教义上 都有很多错误 今天来说天主教的教义 有没有错误呢? 我们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有些圣经是没有说的 譬如教皇的传统 譬如玛丽亚的传统 但如果你说 比较在16世纪 天主教也是有很大的改变 今天他们一样是接受恩信、清义 就不是靠人的功德、人的行为去清义 不过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 也有他自己的弱点 不过这样说回人家 就说一下自己 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弱点 天主教的人得不得救 通常我回答就是 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不得救的人 最重要的是 看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 你没有真正得着救恩 好 我们不说神学的立场 我们说在天主教的灵修学 他也有他自己一定的贡献 因为天主教始终就是初期教会之后 一直延续到16世纪之前 有超过1000年的灵修学的发展 那也是天主教来说 那也是基督教的传统 所谓基督教的传统 简单来说 虽然中国大陆对于基督教有很多的压制 以及政策上是很不友善 甚至有些迫害 但是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一个说法是挺有意思的 他就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 他就全面统称基督宗教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宗教包括了什么呢 他就说包括所有在大传统里面 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他敬拜的对象和核心的宗教 包括了当然我们基督新教 包括了天主教 也包括了东正教 大家明白吗 大家都是以耶稣基督的 虽然那个传统是有不同的 如果从一个历史来说 天主教的传统其实都是基督教的大传统里面 因为16世纪之前一直都是 不过我们说他是有偏离了圣经那条路 那个走向的 是的 然后在16世纪的中国国家 拉回他回到圣经 继续唯读圣经 马丁路德 加以文 唯读圣经那条路 回到圣经那里再走 但是这个传统 这千多年的传统里面 不是其他宗教 他都是基督宗教 他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宗教 不过可能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加了一些杂质 这是事实 但是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 对于属灵上灵修的体验是很深刻的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不详细 用理论的层面去解释 基本上可能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们在看圣经的全面 和深刻的认识上面 并没有放到一个最核心 刚才说的三重亮光 神的话语是圣经 是他的核心 但是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 我想因为中世纪 也是文化的影响整个欧洲 大部分的人都不懂字 而且圣经很快就已经是用拉丁文的翻译 所传流的了 拉丁文是一个很纯学术的语文 你要读过哲学读过很多年 才能够看得懂拉丁文 一般当时千多年来 大部分的群众大方的人民 他们都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他们听不明白 也看不明白拉丁文 所以他们对圣经 根本没有机会自己去看 他们如何认识圣经呢? 透过天主教会的神父 修院里面的修士 告诉他们是什么 甚至说不明白 所以天主教 你看到中世纪 欧洲那些很高的教堂 歌德式的教堂 当然是一些枪花 那些很漂亮的枪花 枪花里面有很多公仔 很多公仔 为什么? 那些公仔就是代替了圣经 把圣经里面的故事 告诉他们 透过图画告诉群众 所以我们传统上 以前 天主教的传统里面 叫做寿 就是看尼撒 大家听过没有? 尼撒是看的 看着神父帮你做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如果他比较传统 他还用拉丁文说 他还用拉丁文说 他说什么 看着 看完 吃完饼 喝完就走 就是说 你是看人家做的 代表你做 代替你做 教会慢慢变成了代表 下午我们会说到 基督新教会 会再提一提 基督新教会的革命 就是打破了中间的代表 直接人可以到神面前 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跟神有沟通 不需要透过教会 这是基督新教最特别的 宗教改革地方 天主教是这样 所以天主教反而有这样的限制 大部分的人民 整个文化里面 他的核心不是走向圣经的解释 和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一个人的宗教感情 整个千多年都是以基督教 成为每个国家 每个人民的宗教 那他追求什么呢 那没有圣经作为 他那个时尚 一个核心的思想 默想和遵行的一个标准的话 那他一是就听教会 但那些很热心的追求神的人 他不透过圣经 就透过什么呢 只有一件事 透过自己内心世界的经验 刚才说的 尤其是那些人很多时候是神职人员 因为他一生在那个修院里面 几十年就是在那个祈祷里面去经验神 那所以呢 开始那个 context 我们说那个环境变了 就不是在一个日常生活里面 就不是在一个日常生活里面 就像刚才说的 跟圣经一样就已经不同了 就走向教会接近 现在我们东方少少的 一种是内心世界里面 体验的那个经验 所以他的长处在这里 弱点也都在这里 那你说呢 他们怎样可以去经历到神自己呢 在天主教的经历里面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 都有他的不同的发展 在这里我列了出来 如果你说有天主教的灵修的传统 四个的传统会比较有代表性 第一个就是从奥古斯丁的方祭会 后来当然到十三世纪的圣方祭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这个意大利的圣方祭 是可以说做一个最高峰的代表 另外一个传统呢 就是比较是零散的 就是到了 是特别是十三十四到十五世纪 这几个世纪里面 因为那时候呢 其实整个欧洲是很乱的 很多打仗 而且有一个叫黑死病 大家知道 死了差不多三分一的欧洲的人民 所以呢 受苦 死亡 恐惧是整个一生人的文化 在当时来说呢 是他每日生活里面所见的 作为一个信仰 最重要的就是 他怎样在这种这样的 就是没有盼望 又有恐惧 但是面对死亡和受苦的时候呢 怎样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的把握 而且呢 他心里面呢 对自己有所要求 因为呢 他恐惧 这个是神自己对他的惩罚 所以在这种这样的挣扎里面呢 出现了一些短篇的作品 这短篇作品呢 是对自我的要求呢 是很强烈的在压抑我自己 对自己的要求 甚至呢 受苦呢 应该可能是对自己好的 你说那些短篇的作品呢 也有一些很伟大的 其中有些呢 可能你读过 你都不知道 原来就是那段时间来的 譬如 很多 甚至我们基督教的 基督徒呢 都读过的 就叫做 《效法基督》那本书 是吧 《Imitation of Christ》 其实那本书都是天主教书来的 知不知道 不过你读了这么久 你不知道而已 里面一些很精练的短句 很有智慧 但是很深刻的呢 常常提醒我们 如何放下自己 面对苦难 我们呢 都不会觉得惊奇 这种 那后来 都比较影响了中国 我们喜欢的传统 一本书呢 就差不多每个基督徒 都曾经灵修用过的 就叫做《方莫金传》 是吧 那本不是天主教的书 不过呢 那个灵感的来源 都是这样的 另外呢 就是刚才说到 就是西班牙的 比较重要的就是 圣医会 就是大德兰 小德兰 甚至呢 待会我们会提到 少少的 《约翰十教》 《圣经》 《圣经》 的传统 另外一个呢 很重要的 天主教的传统 今天仍然是 相当的 重要活跃的 也是在宣教上面做了很多功夫的 就是耶稣会 《圣经》 《圣经》 也是十六世纪开始 那这些各有不同的 我们今天就不会详细逐个说的了 那我想跟大家呢 把天主教里面 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 说出来呢 就是圣医会的传统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大德兰 和圣约翰十架的传统 好吗 那他有什么特色呢 刚才我们说了 《圣经》里面的灵修呢 他这个呢 和他有相当不同的地方 不同不一定是说 是反对《圣经》里面的看法 不过《圣经》里面呢 事实上呢 并没有好像他这样 去追寻那个领域 和神之间的联合 这个领域呢 刚才我们说的做法呢 有点像 有点接近我们东方的做法 就是一种的境界性的体验 那我先想和大家 用这个的大德兰 Tris of Avila 这个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的灵修学家 他所提出的这个 可以说是 到了他的集大成 接着他成为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比较有建构的一个模式 他写一本很重要的书 影响很大的书 就叫做Interior Castle 就叫做《心灵的堡垒》 在这个心灵的堡垒里面呢 他就去 在他的经历里面 他描述说呢 当我们去追寻 和神自己的接触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进入神的心灵呢 进入一个一重一重一重的 一重一进一进 越进越入的一个堡垒 这样 由外面进入里面 到最后呢 直接的 和神联合合而为一的 一个最核心的 有七重的 七进的 是中国人所说的 一重一重的 他不是走上去的 一进进进进进进去的 那这七进的经历里面呢 究竟是怎样的经历呢 那我们说呢 他说呢 就是那个经历就是 一个人和神 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呢 是由外到内 由内到呢 是向上和神呢 是合而为一 怎样是由外到内呢 基本上就是分成三个 三个的阶段 熟灵的进步 三个的阶段 首先呢 第一层的经历呢 就是从一个 本来你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你自己的意志 你的想法 你的价值观念 你的喜好 和神是相差很远的 是吧 我们在序里面 生活惯了 那所以呢 我们开始呢 第一个的扭转呢 就是回转向神 开始慢慢摆脱这个世界 对我们的习惯 和他的掌控 是吧 我们成为一个呢 开始呢 是脱离这个 这个 世界的 罪恶的 控制的 一个状态 这个是第一层 那么进到这个 之后呢 慢慢呢 就再进步 到第二层 第二层呢 第二层呢 就是对神的声音 较为敏锐了 这个呢 可以说呢 我们开始 我们的 attention 以前呢 慢慢看着世界 外面的世界 这件事 全部影响的 喜怒哀乐都被人支配 被这个世界支配 好了 慢慢摆脱了 不受那些的支配 不再造罪的奴隶 那么我们开始呢 有一个新的敏锐 开始被神自己的声音所吸引 多喜欢听神的说话 听神的声音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了 那么跟着呢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 第三层呢 第三层再进一步的时候呢 祈祷就成为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灵命呢 开始成熟了 这个呢 就进到第二个大的层次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呢 讲了这里第二和第三 第三和第四先呢 开始呢 祷告就是说 你不单止被神的事情所吸引 你开始呢 尝试呢 直接和神有更深的 在这个祷告上面呢 可以和你有对话 神对你呢 越来越亲切 和真实了 OK 那然后呢 跟着呢 到了第四层的时候呢 就开始呢 就说我愿意和神有更深思的时候呢 初初都是用自己的心意 慢慢慢慢呢 发觉原来呢 神比你所决定的更好 神他自己所有的事情的指意 比我指意更好 开始觉得自己呢 需要放下自己 不再坚持自己 让神自己带住 简单来说 就好像由主动的努力 变成被神自己的随意的带动 这种呢 就是第四个的层级 那这个呢 如果从一个传统的角度来说呢 就第一第二的层级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pugative way 就是说呢 由罪恶 开始呢 洗淨的自己 pugative way 是吧 让我们的心呢 开始转向神 就是由爱 到转向内心 不被外面的世界所控制 然后在内心呢 开始给神自己的那个声音 给神自己的那个美丽 祂的那个可爱 祂的那个伟大 所吸引的心向上 由爱到内 内到上 你先明白 那这个叫做光照之路 是illuminative的那条阶段 开始被神光照 见到神的光 由他心被这个光所吸引 那跟着呢 那个心被神吸引 不得已 到第五、第六、第七层呢 这个心不单止被他吸引 而且愿意和这个光的光源 就是神自己呢 是更加亲密的联合而成为一 那这个叫做unitive way 是联合之路 那就是说呢 到第五、第六、第七层 就没有分化先后的次序 因为你已经和神呢 去成为合而为一的 你已经从一个主动的追求神 这个自己的设计 到最后放下自己 我没有设计 让神自己带着我 那所以呢 你没有说我现在由第六层 要跑到第七层 那你还是自己 是吧 第六、第七层呢 根本就是神 你什么时候带我都可以 所以呢 第五、第六、第七呢 这三个方向呢 基本上呢 有些人呢 就在神自己带领下 成为一个 很愿意呢 就是所谓的属灵的精兵 有些人呢 成为呢 是好像圣人一样 他可以呢 去过敬虔的生活 有些人呢 可能呢 是被神呢 带着呢 去呢 去追寻这个 属灵生命里面的完美 这种呢 那这种呢 这种呢 这种的带动呢 都不是你自己选择 是神自己让你的生命 成为一个 与他再分不开的生命 这个呢 这是一个呢 如果用一个大德兰 用Saint Teresa Avila的 讲法呢 就是这个叫做 spiritual marriage 这个 marriage的意思是 好像在爱里面的联合 那所以 在历代的 这些天主教的作家里面 的经历里面呢 给他的灵感最多的是什么呢 雅哥 旧约的雅哥书 因为那里讲到 那个良人和他的新娘 夫妇的爱情 感情 他觉得最能够表达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好像一个 异性的恋爱的过程 初初由不认识到认识 到对方又吸引 到最后与对方联合 这个就是淑灵的婚姻 这个是天主教在这一点上 是成为差不多一个典型的追求的路 这个是警戒性的 由外面到内心 由内心被神吸引 被光照 然后最后 令生命和神合二为一 这个叫做熟灵提升的超声之路 这种超声之路 在天主教的追尋里面 成为一个到今天仍然很典型的其中一种的 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做法 在这个做法里面 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弱点 首先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长处 他的长处就是他很有感性上的 就是说天主教的经历 就很有一种好像戀爱的经历 神和他 特别是耶稣基督和他很亲近 那种特色很浓的感情上的接触 然后最后和他甚至乱 好像和他结婚那样 所以神不是高高在上的 神不是很超越的 而是神可以很神秘地和他在一个生命里面 和完全的结合 而且我们说天主教的经历 一层一层一层地去的 就是说他很有这种层级性的 就是说好像前面我现在追寻自己 现在第一层不行 我要到第二层 第二层我就跑到第三层 第三层跑到第四层 就是很有这种追寻的吸引力 就不是原地跑的 是好像过山车一样 又高又低又高又低 所以那个挑战是令到体念的人 很值得他继续向前走的 这种充满了情的 充满了追寻的那种经历 可以说是天主教的传统里面的最大的特色 那我们不是说因为他没有机会读圣经 所以变成他重心 就等了在那个熟灵的经历里面的体验 越体会就越深 因为他长时间地默想的时候 就变成一种好像有点像东方那种的修炼 所以他强调很强调那种 是完全的安静那种的追寻 这种的追寻就比较和我们今天 基督教徒那种追寻有点不同 是吧?我们很少地长时间地默想 虽然很多时候你和我都比较起来 我们要提醒自己 他们所祈祷的时间 譬如说在修院里面是很长的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过一种生活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又太过濫了 是吧?太过疑稀了 我们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种很长时间的 在经历里面和神自己的相交的祷告 这一点我觉得是提醒我们的 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很忙的 是吧? 很多时候祈祷只是一个很表面的 很励行式的 是吧? 半夜 完了一天很累了 在临睡前祈祷 是吧? 对不起 今天做了坏事 阿门就做了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是吧? 我一说一说一说完 你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也没说阿门 又会有 是吧? 这些其实我们要留意 就是他们 你不要说 他们追寻了警戒性 有时候可能都好像很神秘 但其实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过 这个是值得我们特别去提醒我们的 但很多时候其实那个长时间 将我们的心放下 和神去聊天 这个这样的经历是宝贵的 而且不可以没有的 这样我很忙的 我没有时间这样做的 我想跟大家这么说 有两样东西值得大家思想的 我作为基督徒我自己都这么做 第一 我不是要你每天都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出来 有时候你和我都忙 是吧? 我都明白是吧? 你刚刚早上 哎呀 现在我起床了 哎呀 那小孩就醒了是吧? 那你怎么也不理他吗? 就是要搞他了 搞得他来上学的时候 你的时间都已经结束了 没错 有时候会难的 但一个星期 无论如何 都要找一次、两次 起码 和神有一个和他单对单的一个约会 长 有多长呢? 起码都有半个小时 最好就是一个小时 那我没有啊 朝朝早都没有空 没有说一定要你早上做的 你找到你对的时间 你问我呢 很多时候有时候我反而是星期日的下午 为什么? 因为我通常很忙的周末 但是到了早上讲到讲完了 有时候要和人吃完饭 下午我的时间就会松动一点 我就不约人 我约神 与神约会的时间 那段时间我起码会分出来 电话不听 手机都关掉了 没了声 那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来到城面前 不是为了什么事工 又不是为了有什么事情要问神 就是跟神说 神我和你聊聊天 预备好自己 一两首自己喜欢的诗歌 听一下 有一首诗歌里面 刚才我跟大家说过 神跟我说什么话 那我就闭上眼和神聊聊天 那你问我那段时间做什么 第一 没有人会搞到我的 那段时间我没有约人 那段时间 甚至太太也不在 我和神自己单独在一起 那我通常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开口说的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神你不开口 你也听到的 但是我喜欢开口和神聊聊天 开口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觉得我习惯了开口聊天 是不是 你和我很不习惯不开口聊天 我很少两个朋友在那裡 嗯 嗯 你以为黏花 什么微笑的那些 那些禅宗的那些 是吧 就是我们都会聊天 所以我喜欢开口 反正都没有人 啊 那就是 你没事的 我再跟神说 耶稣基督说 我想和你聊聊天 刚才的诗诗歌真的很好 我很多谢你 很久没有想过 原来你这样为我而牺牲 有时候说到哭 有时候说到笑 你明白吗 那接着就说 神你跟我说一下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 那我就停下 看看他有没有跟我说 你刚才想和我说这件事 好 如果你在外人 那样 神神的 是吧 要打电话捉他 但不是的 你不要理我 我和神聊天 聊心吐意的 很奇妙的 你知道吗 你没有一个计划的 你慢慢发觉 聊聊聊 你没有想过 原来聊了那些事情 其实神带着你说的 那一个钟头成为你和神的一个约会 是没有任何 purpose的 就是想听着神聊天 想听着神跟你说些什么 和我说些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约会是需要的 我们基督教徒有时候很少的 缺乏了这件事 这是第一方面 我每星期起码都有一次 如果我不敢说 一定有两三次 但起码都有一次 让我自己能够和神很自由的 不停心吐意的谈计 另外 每一年 我都有一个退休的时间 退休就长一点 就不用说几天 起码有一个晚上 为什么呢 你以为今晚不回家 是好一点的 家里有时候很要命 为什么呢 在家里零修 因为他面对那些东西 那本书提起你 还没搞那个讲章 那个电脑提起你 今晚有两个电邮 一定要回 是吧 很有趣的 你去到一个退休的地方 不一定要去到很远 简单单一个地方 总之你不熟悉的地方 我曾经试过 找一个弟兄 在家里的床 其实是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别人那里 不关你的事 他的儿子 两个儿子在上面 打架拆天也不关我的事 但是你在家里的时候 在床打架拆天也不关你的事 你整个心就飘在那里了 所以都可以的 那你安静自己 放下自己 去到那里 或者是放了工 早点去到 就是用一个灵修学家说的 Eat well sleep well and be with God 不是只是这两样东西 接着来叹世界吗 不是说辛苦 不是要你辛苦 去到安安静静舒服 你好像要预备节目 给自己熟练的节目 拿好一些你想着 很想的 默想的材料 或者一些经文 带了两卷 或者自己喜欢的 或者买了一些 喜欢的诗歌 就好像一个大餐 那样 那个就长一点了 放了工之后 那晚 你不会回家 于是那晚当然不看电视 如果你去那些酒店 或者是 旅馆那里 都关了一些东西 关了电脑 什么都没了 那时候 你发觉时间过得很慢 搞了一大轮 之后 有三个小时 那怎么办 那就好了 三个小时 在神面前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做 又还没睡觉 那神那时候 有时整年 那一刻 真家佛 跟你说话 那个人 你应该要恕他很久 不过你 经常说 没有时间处理 那一晚就出来了 很爽的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晚就出来了 你看 你什么时候跟他和好 什么时候搞定 以前很忙 趕着事奉 趕着上班 不记得 其实你自己逃避 那一晚就放松了你自己 开放了自己的神 就真家佛跟你说话 真家佛跟你说话 有时看一段圣经 有时期下讨 听下神 三个小时 到你发觉 和神聊天 三个小时很快过 你就开始知道 什么叫做灵修 或者你整天想 搞来搞来 九点几 怎么办呢 今晚 我告诉你 真的表示你 是太陌生 这个约会 你和很喜欢的朋友 有个约会三个小时 一会儿就过了 是吗 是吗 你姐妹更加明白 聊天三个小时 一会儿 哎呀 三点多了 哎呀 这么快 你和神呢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你就很难熬那段时间 好的 那由第二天 来个早上 吃个简单的早餐 来一个灵修 走到一会儿 然后出去走到 美丽的地方 一路走一路 和神聊天 看一看不同的事 看一看花 看一看云 看一看海 对不对 可能看一看湖 这个时候 到了下午 然后就回来 你整个生命 和神有一个更新 就好像我们一年始终 有些时间做一些大掃锤 是吧 大掃锤 有些垃圾在床底掃了 一些东西挤了很久 清一下 清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有 这种比较安静的 长时间的 讨告我相信是天主教 他们有的 好在这个时间最后我讲一点点 天主教说最高的境界 你能够可以和神有一个联合 究竟是不是一个很神秘的境界呢 他们说这个境界不是很神秘 不过有一些特色 就是我最后第三页那里列了给大家 我和大家数一次好吗 在天主教他们说 最后你和神联合这个Unity Way里面 有些什么的特色呢 有些如下这几个的特色 我想和你再提一提 好 如果我们把它综合了 可以有四个方面 看到吗 第三页那里 下面那里 御主联合的淑联的境界 一个最高的淑联境界 我觉得你这样看一看 都很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下 有什么呢 第一 有转化 有transformation 接着有两个的更新 renewal 接着有一个 复返到最简朴的 一个simplicity 一个很简单的生命 那你想说什么呢 我很快就说一次好吗 就完成了我们今早 一个天主教告诉我们 你不要管他什么教 但是其实和神联合的时候 你的生命一个至高峰和神联合应该有这样的生命里面的转化 表现成为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测验 好吗 有一个check list 第一 刚才说 在那个状态底下 淑联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有一种transformation 什么叫transformation呢 那种的更新 就是有些本来你依赖的 或者是控制你的东西 attachment的东西 变成不能够再控制你 反而有些本来你没有兴趣的东西 重新成为那种最捉住你的心头里面的东西 这种是更新 本来重要的东西变得不重要 本来不重要的东西变成重要 究竟是什么 第一 trust 他用信任 信任什么呢 本来是很信任自己的 但是开始发觉 不再觉得信有自己重要 反而是彻底的依赖神自己 exclusively to God OK 本来我习惯的 用人的方法去思考问题的 用人的自己的经验和聪明 去面对困难的 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发觉 你第一个反应不是用人自己的方法 去神说 神啊 我需要你 我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是想那时候怎么失去 我怎么整理他 我怎么顶住他 神啊 你帮我 他心经常第一个反应 就是向上望 而不是向着人望 这是第一个 因为是神赋予你的 你带着一个感应的心来 这个朋友 这个家人 这个家庭 这间屋 这间财富 这间工作的机会 本来就说 这些东西一定是在生命里最重要 现在不是 不是说你不要 而是直接说 这些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个是神赐给我的东西 他可以给我 他也可以收回 我的生命已经不再 是在乎那样的东西 我不是要离开那样东西 再西 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属于这个世界 也不需要离开这个世界 这种就是我们的 transformation 第二个大点 就是renew 就是说 更新 刚才我说的一个转化 第二就是更新 更新有几方面的更新 一种的敏锐的更新 如何敏锐的更新 第一对罪恶 本来对罪恶并没有敏锐的 现在对罪恶很敏锐 本来犯罪没什么感觉的 骂人之后觉得很痛快 突然间发觉 小小他不喜欢人 心里面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心里面很大的敏锐 因为他已经经历到 神自己的标准 成为他生命标准 不是他逼自己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犯了小小的罪 心里面很不舒服 这个对罪的敏锐 对圣灵的敏锐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对圣灵 不是很清楚他说什么 但是圣灵 在心里面事上 对我有说话说 第三 对神正在做事的手 有敏锐 就是经常都看到 原来神正在做事 大小事情 原来神正在做事 以前经常看见自己做的事 现在看见 在神的手正在做事 这个第二第三点 这一点这两点 在耶稣会的灵修学里面 很重要的 天主教的灵修学 就说什么呢 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是两样东西 他事上在听到神 在他心里面说话 第二 事上见到神的手 在他人生的大小事上面 每一个小节里面都有动作 Hear God in one's heart And see God in all things 这个就是他们的灵修 就是在这里说的 用新的敏锐 事上听到神跟他说话 事上看到神的手在他生命当中 第三个敏锐 就是他很敏锐到基督的身体 在教会里面 很享受到教会 老实说 教会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有没有坏人 当然有坏人 令你失望的人 有很多 不过 开始看见 教会除了这些之外 眼目看到教会 还有耶稣基督的身体 美丽的地方 就是我们好像西人所说的 有半杯水 你看看哪样东西 我不是不知道教会的 所以老实说 今年我49年 信了耶稣 几坏都有 我相信你 相信我所说的话 是不是 我教会的 坏的东西 我比你看得多得多 但是为什么我还那么爱教会 不是因为教会完美 是我教会见到 还有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 他值得一个可爱的地方 我见到帝兄姐妹 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所以这种更新的触觉 第三大点 是更新的渴求 在一种情上的desire 那种渴求 什么呢 心里面对神自己的渴慕 desire for God 可以变成一种 很强烈的渴求 他爱耶稣 他刚才说 耶稣好像你的情人 那样 成为你一个 聊天的伴侣 可以很深入的 是倾心吐意的 跟他聊天 在你那个约会里面 好像情人的约会 那样 跟他无所不谈 有欢笑 有眼泪 什么都可以说 争扎不再在他面前隐藏 坦露了给他 听到 另外一个对一个完美的 向往本来是一个自我做中心的 变成是可以 是彻彻底底的 去将神成为你那个生命的中心 这个就是那个渴求 OK 渴求那种的 神自己的荣耀 OK 不是再是 是在人自己的那种的 努力 所以得到的 那种人家对你的 那种称赞 你那个心 是很专注在 怎么能够令神得到荣耀 神耶稣基督 我怎么可以更加爱祂更多 祂怎么不断地感动我的生命 那种情上面的更新 最后 simplicity 反而 伏归简薄 简薄的真实 就好像一个 小弟哥的一种 孩子的心 这个就是 小德兰 刚才姐妹所问到的 一个最大的特色 他的那个灵修 他最大的 就好像 spiritual child 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 在神面前不是幼稚 而是 他能够 很自然地放下他自己 非常之 顺应着圣灵的感动 总之 好像一个很小孩子一样 神叫我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有时候我会软弱 我有失败 不过 我在神面前 我不会因为这样的时候 和他在扭矩 在扭矩 我放下我自己 我试试听一下他的话 经历到神 那种孩子般 和神 孩子般的单纯 这个是 那种 复归减薄的生命 最后 有一种 祷告里面 和神进一种 可以宁静的 将自己的心意 完全顺服 在神自己的指挥 当中的一种状态 真正的祷告 有时候 去到一个巨高峰的时候 不是时尚需要 这样 不是很神秘 不过你不用说话了 我试试过没有 到一个地步 和神说 我不用跟你说话了 无言中 享受神自己的同在 那种完全拥抱的感觉 如果这些经历 我们可以说是 可以总括了 在天主教那里 最高峰的与神联合 其实一些都不神秘 不过这一个 成为我们的 一个 一个属灵生命里面 一个最高的标准 好吗 今天早上 应该就说到这里为止 不然大家就不用吃饭了 好吗 我看到后面 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个 是 收奉献的时间 或者怎么样 我将这个时间 就交给一牧师 我们下午 会继续讲这个 东正教的 和基督新教 就是你和我 基督教的灵修学 和我自己对灵修学的 最后 就是近期一些 最后的一些反省 好不好 交给一下